日本JUMP 櫻木系列 又出了這兩個 對戰組合 羅傑 跟 月光玉田 四檔魯夫 凱多 這WCF JUMP 櫻木的羅傑 整個用色相當相當的鮮豔 其實 跟想像中的配色其實是不太一樣 雖然這裡已經看到官圖了 整個以臉部表情來講的話 其實你拿到的話多少他的鬍子可能就會 有點擠壓 你就自己要調整一下 然後包含刀也是 羅傑的頭雕其實做的還原程度相當之高 非常非常的像 整個眼珠跟其他臉部的表情 做工塗裝都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頭髮 塗裝跟做工也是 都是給你 法術感蠻強烈的 是粗的 然後刀 的地方 金屬的感覺 刀身 做的不差 後面的這個 披風 相當相當的漂亮 大皺摺 配上 這種金色的 雙肩的裝飾品 金屬感十足 台扣的地方全部也是一個金色 然後金邊的 線條 羅傑他戴的 項鍊也是金的 然後微微胸肌的樣子 裡面是反紅色 腰帶跟褲子 同一色系 黃色的 整個皺摺感拉出來 算是 蠻立體的 靴子的部分 採用一個比較 亮的 這種黑色 哇整體 真的相當好看 尤其是披風 他兩隻手臂 這種飄揚的感覺 非常非常優 第二隻就是這一隻 月光玉田 他的 這一個 就是需要花一點小時間 去做一個調整 刀的地方 整個 以頭髮來講 這還原成都無敵高 招牌的頭髮 眼部表情 非常非常誇張 然後眼妝的部分 眉毛 整個表情幾乎是100分 然後雙手 持 這種 刀劍的樣子 非常非常帥 做一個這種類似十字交叉的樣子 然後刀柄 兩個 顏色是不同的 然後整隻 他的手臂是做一個外露的 然後肌肉線條 然後身上穿的 就是那種類似早期武士的服裝 橘色為基底 目前為止看起來配色 相當好看以外 塗裝也都非常到位 然後後面的這一個 裝飾 非常非常好看 還有他頭髮後面 這種小細節 當然裡面就是類似像丁字褲的樣子 腳上的腿毛 清晰可見 然後腳踩著木雞 非常非常的好看 第二套的組合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強大 第一次就是百獸凱多 哇 這個WCF 百獸凱多 可能是Jump 螢幕的關心 整個 服裝質感 非常非常的油 這臉部表情就是凶狠 這兩個字可以形容 超長的扶鬚 然後非常凶狠的臉部表情 後唇 整個龍腳 在頭的兩側 暴露青筋的樣子 眼眼珠 這種凶狠的表情 都 完整的散發出來 龍腳 的樣子 還有做出小細紋 那白獸凱多的頭髮 整個非常長 就是這種 水風飄逸的感覺 這也是 很粗 就像那種 板條的這種樣子 下面的鬍子也是 整身 上半身整個是外露的 哇 肌肉 超級無敵誇張 然後有著 這種 像龍片的刺青 然後白獸 海賊團的LOGO 手上的一些 這種裝飾品 手上拿著這種 狼牙棒的樣子 整個金屬感呈現出來 但它竟然是做一個可動式的 那如果你把它往前推 就會 就會過於鬆 所以你必須把它 推到中間的一個部分 整個這種狼牙棒 做得相當相當帥 那下半身 整個 以配件來說的話 相當多元化 然後做工跟 塗裝都沒有馬虎到 褲子 均綠色的 用出這種皺摺感 靴子 重量黑色 從後面類似披風的部分 整個 細節做得非常好 重點是 也不曉得 非常非常的兇猛 那 跟它對決的 當然就是 四檔 彈跳 魯夫 反正魯夫 第一眼看到你會覺得 它根本就是類似像 海賊王的那種 POP 彈跳人系列 整個說小話 臉的表情幾乎完整的還原 眼珠超好看 尤其是這個臉部表情 就是即將 決意實戰的這種感覺 然後 雙手 這種霸氣的呈現 你會覺得它有點這種 電鍍色的材質 但是它採用的是一種 暗色系的金屬光澤感 然後整隻 手 在用出絕招的樣子 然後手掌 然後胸前的刀疤 彈跳了 整個肌肉 腫脹的樣子 魯夫的頭髮 然後身上 圍繞的這種特效 氣的樣子 頭髮這種武士頭 後面還掛了一個 小草帽 小草帽做的 其實也 非常非常的精緻 整個細紋感都有 然後背 這種變成四檔之後 有類似這種紋身的樣子 然後穿的就是魯夫太郎的這一種衣服 還有配刀 整個下半身 補丁的這邊 看起來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金字庫 整隻腳也是這種 霸氣 一樣 超級無敵威 摩擦 我本來已經是最近了4號的鎮 我遇到 lớp 8號的獎件 %$%%&%%&%100% %$%&%%&%就很壞 WCF 海賊王對戰組合 四隻 不僅塗裝做工 全部都到一個非常非常之高的水準 甚至連塗裝方面 真的你看到你都會覺得 水準如此之高 超級無敵好看 如果你有在說 海賊王 WCF 的話 不妨可以考慮入手這一套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earn and Peace 掰掰